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结束流亡返回到泰国 因为贪污罪服刑的前总理塔克辛 提前获释离开了医院 对此泰国总理赛塔祝贺前总理回家 表示有机会的话会去拜会 并且强调说泰国只有一名总理 对曼谷及周边地区的一项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经济是没有信心的 再加上利率高贷款难 去年第四季度的购物信心指数为44.5 这反映出了购物者的信心不足 或者是低于标准 菲律宾是指控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15级16号在南海黄岩岛附近 对一艘菲律宾政府的船只采取了危险操作 一再阻挡这艘船替菲律宾的云民进行补给 印尼大选落幕之后 雅加达指数选后连两天起涨 显示出投资人对于新政府是感到放心的 专家就表示因为普拉伯沃承诺延续现有的政策 未来可能迎来大量的外资 经济会持续的稳定 缅甸的军政府宣布要实施征兵令之后 许多年轻人纷纷设法离开缅甸 泰国驻仰光的大使馆外 就出现了一千多人排队申请签证的人容 以上的信息是由泰国的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秒设计为既阅 他们结束挤言,红红、葱指、估访